到底誰最愛耍大牌 三 二 一 舉 蛤 那我還這樣三個都舉起來 都沒有是不是 你舉啊 你剛剛不要舉手看到了 你要舉我 我只是人品比較不好而已 你又要去檢查一下就打他什麼蛋 你本來想舉手一腦 對啊 為什麼你講啊 講話大家都喜歡你嘛 你看你要講出理由啊 我現在很看喔 看你我聽我喜有的光聽 他想叮那種 你慢慢講話 其實也還好啊 我們不可能愛耍大牌 你看你講啊 你講出來啊 我真的講不出來 你幹嘛一舉我 你講不出來 好啊 沒有沒有沒有 三個都沒有 三個很沒面子喔 那TV是 三個啊 三個 要大牌一起大牌 我不是愛耍大牌 我是會不小心耍到大牌 因為我常常睡過頭 然後會遲到 我覺得遲到是不是就是 其中以上耍大牌的人 被人家誤解了 就是 對 你看你遲到 你為什麼不準時 你甩大牌嗎 就是我很容易遲到 幾乎都遲到 遲到原因最多的是什麼 我就睡過頭 他有病 他只要通到床 就是通到床 真的 你怎麼親一下 對 很恐怖 然後他有時候 明明就醒了 可是可以住在床上 什麼也不 一動也不動 然後看著前方一圈 其實那時候的魂魄 是躺在床上睡覺 對 他真的太愛睡覺 他的魂魄 有時候會留在床上是不是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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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然後他是 為什麼我舉三個 就是我說我會吃飽 然後他是因為他一定要吃飽 吃飽 他每吃飽就是 給我吃東西 要不然我不要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要吃飽 橫金飽的行為 橫金飽都不會讓他們喜歡吃飽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這隻門就做有承認 就是在床上有承認我真的有點耍大胎 因為每次我在 像通告如果肚子開始空了 對 我覺得你腦筋也空了 然後我就沒辦法做任何東西 嗯 我就忍不住要發脾氣 所以你要趕快給我吃東西 可是其實他又不耍大胎的部分 你路邊隨便一停下來 隨便買一碗滷肉飯啊 就拿到他面前 就立刻就跑 我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真的假的 好 最後一題了 三個人鬆 誰會最早出嫁 我先問一下雙胞胎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Selina 她還沒拿麥克風 等一下 這個節目 三 二 一 Selina 三位 瑤瑤 她們也是姐妹 Apple跟瑤瑤 來 好類似耶 對 麥克風姐 真的 誰是姐姐 誰是妹妹 這個是姐姐 好 好生氣 好生氣 對不起 對 對 對 但是你是雙胞胎還是誰 沒有 他們吃了很累的那樣 寫玩一下 好像喔 你們只是雙胞胎 只是一個放在裡面的歌 一年再生出來的那種 真的太像了我覺得 滿像 那調調滿像對不對 對啊 還是沒有很像 我們就仔細看你們 她是雙胞胎啦 她有一個哥哥 還有一個哥哥 龍鳳胎 我弟弟跟她是雙胞胎 龍鳳胎這樣 對 哇欸 說我笑話 龍鳳胎 你也看龍鳳胎 沒有 啊 你們是泛泛女的 是龍鳳胎啊 龍鳳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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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鳳胎有了 龍鳳胎 神經兮兮兮 龍鳳胎 沒有神經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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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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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 再問看有沒有機會 我看一下 不然... 等一下 妹妹妳講好了 八字真心啊 八字真心了 不要以為我講那句話 妳覺得誰最... 你看我們他的面相真相 Selina 還是一樣 I'm sorry,Ella Selina好像是算... 大家是蠻靠好妳的 我給她幫完兵踩下去了 你又急了嗎 人生都來了妳 好不好 到軍中 到軍中不要拿學長的手臂當枕頭 準備了 誰 會最早出嫁 3 2 1 真的Selina 妳自己有這麼認為嗎 沒有,因為我一心就很想要趕快嫁人 她出生她一刻她就幹嘛說 媽啊,我要結婚 要這麼罵我會不會先懷孕再結婚 嬰兒,其實嬰兒懷孕兒 什麼 沒有啊,就是... 本來因為我的人生目標 結婚生子是我一個很重大的目標 最終目的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結婚很重要 很傳統的那種婦女的 因為他們家裡很幸福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要追求就是那樣子 欸,常聊嘛 妳沒有聊這話 常常超愛聊的 我們都已經快不想聊 她一直跟我們聊說我想要結婚 怎麼樣教育我的小孩 對啦 然後我都會假設很多問題 妳說,妳說都是差不多怎麼樣規劃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男生一定要怎麼樣 妳的老公是怎麼樣 我沒有,我不會去規劃我的男生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 男生只要愛妳就好 他只要愛我,然後他有責任性 他的收入 就是他不要到很窮就好 我也不要嫁入好人什麼 因為我自己就有賺錢了 然後他只要很愛我 然後很孝順 然後孝順我的家人 孝順他自己的家人 然後 然後我會想說 喔,我會想說 我每個月開銷多少錢 我會拿十二元 然後他說 要請飛翁 因為我會請飛翁 因為我要 我沒有辦法打擾家裡 我很髒亂 可是我覺得老婆應該要打擾家裡 我就請個飛翁 然後 我還要規劃說 一年至少出國一次去玩 這樣算算基本上還是要嫁給好們 沒有 沒有,然後每個月我自己 假設就是家裡還要多少錢 然後小孩子上課多少錢 然後我自己還要 譬如每個月可以花個三萬塊 買自己喜歡的衣服 然後我這樣算算加起來 然後就算我一年這樣 然後總共幾年 我大概活了30歲 再活30年這樣 需要多少錢 我就算我要存多少錢 我跟您介紹一下儲蓄保險 應該會不錯 最近還蠻好的 所以妳會這麼早規劃 嗯,我很早就規劃 那兩位呢 妳從來沒有想過我結婚在念頭 會啊,會想啊 什麼時候 就是會想嘛 小女孩的時候都會想啊 現在有人在想我 目前我不想結婚 可是未來怎麼樣不知道 我以為妳 如果明年閃電結婚 妳們會不會傻眼 很難講喔 不一定喔 什麼意思 沒有啦 太狠 沒有啦 其實我這裡有時候也很衝動 所以搞不好明年 真的就是遇到一個好看的對象 搞不好也會閃電結婚 也不一定 妳自己夢幻的一個家庭 是嗎 就是很健康啊 就是小朋友 有可能兩到三個吧 因為我覺得兩好像太小了 我覺得妳要很生五個 妳是協議長 妳這個下盤的姿勢 妳這個剛剛已經弄好一個大一個直光的狀態 什麼大的直光 什麼大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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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就反正是可能大家兩到三個小孩 然後老公就是 兩到三個 沒有啊 老公又很穩當的那個上下班 然後我呢就是在家裡好好照顧小孩 外國人可不可以 如果老公是外國人 我不想要嫁給來外 因為我覺得那個文化差異太大 他搞不好不懂我的想法或幹嘛 搞不好你嫁一個印度人都不一定 好 反正就是要心靈相通啦 那Hibi呢 結婚啊 妳有沒有想過 沒有特別想結婚 可是我希望一定要遇到一個就是很好的對象 嗯 對 那如果要結婚就結婚 應該要結婚嘛 因為我爸媽應該會覺得 就是要結婚嘛 嗯 我覺得結不結婚不重要啦 因為找到真正的人才是重要 陪妳過下一段一輩子 對 他們是不是很誠實 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這樣也有鼓勵好不好 很般的 很容易鼓勵喔 他們真的愛的叫聲鼓勵 接二個啊 還是要以唱片為主啦 是是是 好想這樣聊下去好好聊 對 你們這唱片啊 不外乎 和音上面也是 沒有問題一定要的 不唱和音我覺得真的不開心 欸你們一開始 有沒有分配啊 就是中高低音 我們有被分配 被分配 被分配 被誰分配 製作人啊 他們聽我們的聲音啊 就是被分配 被分配是誰是唱哪一個的 對 可能就是安排 沒有他就是安排 你是第一嗎 沒有因為其實我們三個人都會唱和音 嗯 然後就是老師可能覺得說 好我現在一個 一個我的一個主音是比較低 然後老師覺得需要一個高的音頻來 嗯 來平衡 所以人家可能就找Hippie 跟Selina來幫我和 是不是這樣 不然來試試看啊 示範一首 嗯 好不好 看你們啊 你們覺得 那我們就唱新專輯裡面歌好了 好 好不好 別唱我就唱他們結合 結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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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